西红柿鸡蛋汤看似简单 怎样才能做到汤酸开胃 鸡蛋嫩滑 这里面大有学问 首先把西红柿打上十字花刀 用开水烫一下 这样就非常轻松的把皮去掉了 接着把西红柿去地后切成小块 每天都在废勤旺食 偶心力学的教做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准备拌碗清水 加入两勺玉米淀粉搅拌均匀 再打一个鸡蛋搅散后备用 接着拿出这个小电锅 上面的这个小蒸笼蒸东西非常方便 这个小电锅煎炒煮炸都可以 煎个鸡蛋煮个方圆面 涮个小火锅都非常的好用 往锅里加点食用油 放入西红柿 再加点湿盐 加入一点湿盐 这样能快速地把西红柿炒出汁水 炒出汁水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煮开 煮开后加点白胡椒粉 再勾进点水淀粉 这样西红柿鸡蛋汤会更加的嫩滑好喝 然后淋入鸡蛋液 用勺子轻轻的推动 切记不要猛烈的搅拌 以免把蛋花推成碎渣子 这样就不好看了 再撒上一点香菜 淋入一点小蒙香油 非常美味的西红柿鸡蛋汤就做好了 滑滑嫩嫩开胃爽口 真的太好喝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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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